这个108年RAWDATA就先关掉不要阻寸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是以我个人的习惯 好 我会记录就是 刚刚的J2它只能执行到109年开始执行到111年 那现在这个位置改变好 我都会希望记录下来 就是它是它在108年就改变了 所以我会把这个聚集 我会把这个聚集针对这个档案 然后我再去录制一个新的聚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聚集 首先这个我叫9 然后这边是J 好 然后也就是说我是这个 这个聚集函数 它是从109年之后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内容 贴去给 刚刚的聚集1 编辑 然后修改这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这个叫做 应该是从103开始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I 好 所以意思就是我这里面有两个聚集了 有两个聚集 然后一个是从109年开始可以执行 一个是从108年开始可以执行 也就是103年到108年 它的资料内容 它就只有只有这个这个中华民国多少年放置的位置改变了 好 那我接下来呢 就要继续来去执行 刚刚执行到108年 所以现在要执行107年 107年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我是从那个 我是使用这个103年这个聚集来去执行的 不可以用到109年的哦 然后接下来这个档案我就关掉 106年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103执行 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是106年 又发生问题了 那就要看看是发生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 106年 为什么不执行到12就停止 我先把106年先删掉 然后去看这个基本资料 Rodata 106年 看起来蛮正常 我再重新执行是 开发人员聚集103执行 这代表刚刚那个负回圈 他执行到12并没有停 所以增错看一下 谢谢大家 为什么还有执行这些 会不会是刚刚我 我新建一个剧集的时候 忘记做中段剧集 中段录制 可能是这个情形 所以我检查一下我的103剧集 这边 Next i 后面都是不存在的 是的 好 那我再检查一下 我刚刚的这个剧集 对到Next i结束 那为了确保 资料的正确性 我会刻意的把刚刚6是一定要删掉的 7也把它删掉 8应该正常 好所以我们把RAWDATA108名 应该不用重做 做107名就好了 107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选103 选103 是不是我这边 对不起 一直都没有按到这个瓶子录制 现在按开发人员聚集 103 后面都是不存在的 然后储存 对真的就是刚刚忘记按这个瓶子录制 那我一样先把刚刚的107删掉 好 接下来我去把RAWDATA 里面的107名叫出来 这时候再执行 开发人员聚集 这个103就不会有出问题了 好